我今天在工作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任务 就是我这里有一张滴滴的明细表 是全公司所有人的 需要按照他们每个人所处的部门进行汇总 然后分别拆成一张张独立的表 发给各部门进行对账 我这个原表可是有几百条数据 十几个部门的 如果要是手动操作 就太耗费时间了 有没有什么高效率的办法呢 别忘了这几天CHATGBT推出了一个重要的更新 就是代码解释器插件 就能解决这种问题 这个视频我就来演示下用代码解释器处理Excel的任务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启用代码解释器这个插件 目前这个插件只针对Plus用户进行开放 打开Plus的页面 在左下角点击设置 选择代码解释器 现在它就已经被打开了 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点击代码解释器的Beta版 就能够调用它了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加号 可以上传文件了 而且它能上传的文件类型很多 不光是Excel 视频文件图片类型的音频都可以 我们来把滴滴的这个报销单给上传进去 上传之后直接点击输入 先让CHATGBT对这个表进行分析 然后CHATGBT开始了工作 你看CHATGBT对滴滴报销明系进行了分析 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这个表格分成部门姓名金额 也提到了这个似乎是部门跟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就提出了我的需求 请按照部门分别输出各自的Excel表格 以部门加滴滴报销明系来命名这个表格 这个就是我们真实在做Excel时候的一个步骤 其实把它描述出来的话还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你看CHATGBT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个话的意思 他先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说我是想把这个数据进行拆分依据部门 然后现在他就开始工作了 很快呀 你看他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在这里生成了三个表格 打开其中的一个表格看一下 果然是按照要求根据部门把表进行了拆分 但是我的原表里不止三个部门 所以我问CHATGBT 只有这几个部门吗 CHATGBT就重新的检查了数据 发现我这个表里面一共有六个部门 而且他非常聪明的知道懂办也是一个部门 生成了这六个部门的表格 任务圆满完成 那刚才我让CHATGBT做的是拆分表格 能不能再提更高的要求呢 比如让CHATGBT直接修改表格里的内容 于是我说我还需要知道各部门总共花费的金额 请在表格最后都加一行合计金额 CHATGBT也理解了我的这个问题 开始了工作 不过这个问题好像稍微复杂一些 CHATGBT出错了好几次 但是他好在能够不断的修正这个过程 最终CHATGBT竟然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给我重新提交了六个表格 打开看一下 果然这里面已经加上了最后一列 合计的金额 通过这个例子 相信能让大家感受到代码解释器的一些能力 那目前这个插件刚推出不久 它到底能够运用多广 大家都还在探索 所以这个视频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你可以在工作的场景当中进行测试 如果你发现了什么好用的场景 别忘了留言告诉我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